兄弟们玩躲猫猫进阶版R抓5 用白理守约躲在他们高地下面和鲁班擦肩而过 但没露视野的情况下你知道我是怎么上来的吗 一开始我是想让蓝力王带不露视野的情况下 收到你们的高地 结果发现一点挑战性也没有 当然这一次我们不见助飞行暴时 看去一分钟之后对面的猫都集体出来了 其他的小伙伴都找到的地方藏了起来 注意看蓝力王他这都没有发现白理守约吗 很明显白理守约的尾巴已经露了一大半在外面 我们看都是非常的明显 可以推测出对面的蓝力王眼神有点不太好使 确定好周围的安全我们要开始行动了 这次行动我们就仅此一次机会 要是露一丁点视野我们都待见蓝逃 再次确定对面的猫没有往我们这边来 然后再开始我的表演 这一次我们要借助的就是这个闪现 其实这个位置也是有一个落脚点的 就看你们能不能把握好这一点点的距离 调整好位置直接闪现上去 蓝力王的双脚刚好踩在两条黄线的交叉点 小兵出来也没有发现我的存在 说明我们成功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队友的动态 小兵兵第一个被带住 韩信躲在这里想玩无影步 咱们一起来看他是怎么玩的 完了完了看的太入迷 隐身镜头都忘记开启 弄了两秒的时间 希望对面的猫没有发现 镜头再次一转 韩信第二个被抓 对此韩信的无影步和助长的两次撞起来 你有什么看法 终究还是逃不过对面的发言 我被蓝力王发现了 不过还好我们有一段位移技能不能跑都跑不掉 对面的蓝力王真的是一路穷追不舍呀 由于蓝力王是不能够出鞋子的 所以导致我们跑到非常的慢 刚好咱们的大招马上能去完毕 本想在开启大招之后我们就能逃跑对吧 对面的诸葛亮就好像知道我的位置一样 一直用他的技能连着我不放 最终还是被对面的猫逮捕 就差最后八秒钟的时间好气哦 时间等到第八分钟 还是靠我换百里守约赢得最后的胜利 那么问题来了学的们 百里守约怎么上去呢 这个比蓝力王要困难很多的 首先他本来就有隐身的技能 而百里守约只能仅靠墙壁 才能进入隐身状态 所以这个也是不小的挑战 咱们先找个地方藏起来 等对面的猫一分钟出来之后 我们再开始行动 OK对面的猫一个在中路 一个在下路发育 那么我们从他们的蓝区 去往他们的高地的过程当中 还是非常安全的 成功到达对面高地下面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计划 先隐身进入对面的墙壁 这是成功的第一步 刚好系统给我们多刷新了一个闪现 一定要调整好闪现的距离 确保万无一失 哎哟太急了 被防御塔打到暴露了视野 赶紧闪现出来 对面的小鲁班以及温身而来 再不赶紧跑的话 咱们肯定会被抓住 有头像锁定 他肯定是发现了我们 景天墙壁 就是隐身状态 又能增加自己人移速 多往前走两步 给他一个假视野 然后咱们再折回去 系统刷新的闪现 已经能清完毕 能否成功就看这一次了 机会不多 所以我们要更加的谨慎和珍惜 队友咱们先不管 只要咱们能够成功上去 带领他们走下胜利 那还不是轻轻松松呢 第一步 景天墙壁已完成 但也不能靠得太紧 因为闪现的距离有那么长 感觉差不多了 直接闪现 划门速度仔细看 雪人们我有个疑问 闪现的指示器明明是往前面闪的 结果闪到了旁边 这也歪的太多了吧 还好防御塔门住了双眼 没有发现我的存在 正下我们放心 待在上面就可以了 看一下队友的动态 李白被老夫子大招困住 故意顽抗想要逃跑 显然是不太可能 时间到了第三分钟 李白第二个被抓住 还比说对面抓老鼠的效率还挺快的呀 这里老头又发现了男女王和村侧 村侧这位小伙伴多多刹想有点玩不起 一直在防御塔的周围来回徘徊 老夫子不敢冒险 约过防御塔去抓他 进退了两栏之际 村侧自觉的跑了出来 本以为他们两个开机机跑可以成功逃脱的 但还是低估了对面两个小伙伴的实力啊 村侧成功绕了出来 遇到老夫子立马开出来逃离现场 可能你完全没那么好运了 还打起了小鲁蛋的主意 自己跑到了死胡同 被前后夹击又被老夫子大招困住 短短四分钟的时间 我们就准时得三名大将 看来想要赢得游戏的胜利还得靠我呀 小鲁蛋回家不撞他 并没有在意我的这个位置 这下我就彻底放心了 我提起他们赶紧找人 但他们接下来的对话 我真的是太无语了 对面两只猫竟还请了内讧 小鲁蛋他说他找不到 找不到的原因说出来不怕你们笑话 因为我没有皮肤 然后对面的老夫子就说 这个鲁蛋有点憨憨的感觉 学弟们玩游戏就好好玩 游戏千万不要人身攻击啊 这不经过他们的努力 还是找到了顺策吗 最后我也是把位置告诉的小鲁蛋 让他过来抓我 为了照顾你们的游戏体验 我太难了 本来这一局是稳赢的 最终我还是被抓住了 学弟们下期想看什么 欢迎评论区留言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